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权益跟负债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各有它的优缺点 它的公司在募集资金方式 你是借钱还是印股票 各有它的优缺点 接下来我们就谈了你怎么形成你的股本 你的发行方式 你的股票的种类 也提到了 当我发行了股票之后再把它买回来 我的会计怎么记录的 我们大概上次有提到 为什么公司会买回自己的股票的几个原因 有被动的因素 有主动的条件 主动的情形 不管你是被动也好 主动也好 对于我们会计处理上面都一样的 我们的会计处理并没有区分 因为你是主动 跟因为你是被动 而产生的会计记录方式而有不同 没有 反正我们就分 公司已经发行出去的股票 在取得的时候 你的账务处理怎么做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Trader stock 然后你的Trader stock 根据我们的法规 规定就是六个月之内必须什么 再把它发行出去 要不然你就得注销 所以我们也提到了 再发行买回来 再发行你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如果你做了注销 你的交易分路又该怎么写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的 接下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了 特别股的问题 特别股 课本上有讲到的是 累积跟非累积 这是上个礼拜提到的 什么叫做累积 也就是说 虽然特别股有固定股利 也就是说 在它的方形上面有载名的股利 但是对于公司来讲 它并没有绝对的义务 每年一定要发放股利 所以没有发放股利的那个年度 未发放的股利 对于特别股的股东 而言有没有保留住 它要求发放的权利呢 就看你的股利 你的股票是累积的特别股 还是非累积的特别股 那如果是非累积的 就没有保留的权利 那如果是累积的特别股 才有保留的权利 好 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的股利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 这个公司发放股利 除了有现金股利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股票股利 好也就是说发股利给股东 不是给现金 而是给公司自己的股票 这种叫做股票股利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 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 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影响层面是什么 对于公司的资产 在现金股利之下会有影响 股票股利不会有影响 好 那股票不管你是发放现金股利也好 股票股利也好 既然是股利的发放 你的保留盈余一定会减少 好一定会减少 只是你现金股利的情况之下 保留盈余就真的从权益里头减少了 而且你的资产会减少 那如果是股票股利的话 因为公司给股东是自己公司的股票 所以不影响它的资产 也不会产生负债 那股票股利 既然我刚刚讲 只要叫做股利 保留盈余一定会减少 但是资产不影响 负债不影响 表示我的权益也不会影响 因为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 所以资产不影响 负债不影响 权益的总金额一定也不会影响 但是我刚刚讲了 又讲了 股利发放一定会减少保留盈余 那保留盈余减少 理论上权益就会减少 可是我现在有讲了 股票股利是权益也不变 那意思是什么 我的股利 我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 保留盈余减少会跑到股本去了 所以他的股 权益的总金额是不变 但是里面的科目的金额会变动 这是股票股利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呢 其实股票股利还可以谈 更细节一点的 那我们股票股利呢 我们可以分大额股票股利 跟小额股票股利 好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还没提到这个 我们只讲到 股票股利的方法 会造成什么影响而已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谈 如果你是股 先发放股票股利 那你的账务处理 原则上都没变 是你的保留盈余会减少 跑到你的投入资本里面去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你的保留盈余减少 要减少多少 你怎么去算你的减少 我们要根据你是大额股票股利 跟小额股票股利 而有不同 好 那大额股票股利呢 我们现在的讲法 什么叫做大额 也就是说你发放的股利率 是占20%到25以上 也就是说超过25 一定是叫做大额股票股利 好 那他给20到25 那我不知道说 什么情况是以25为标准 什么情况是以25为标准 那我的理解 如果公司的股本很大 公司股本很大 如果你发放股票股利20% 其实你会造成的股数增加 现在就会很多了 不用到25% 好 如果你公司的股本很大 以台湾来讲 假设我们一股10块钱 公司资本额假设有 台积电就好几百亿吧 还是千亿了 好几千亿的资本额 所以他有几百亿的股数了 所以他如果发放个25% 他就增加了几亿股了 所以呢 只要20 他增加的股数就多了 就很多了 所以像这样的大型的资本额的情况之下 他20%的股利的发放 股票股利的发放 就可以界定是大额股票股利 那如果公司的规模很小 不大 他只有什么 比如说他只有这个3亿元的资本额 3亿元就3000万 那如果发放20%的话 他才增加75%而已 好所以呢 超过25%以上 他才会认为他是个大额股票股利 我要解释这个东西是说 我们对于什么比重之下 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大额股票股利 课本上面只是讲20到25% 那20到底是20还是25 好 我们说你的大额股票股利跟小额股票股利的区别 或者是你的划分呢 是以20到25 好 只要你放放了股利呢 在20到25%以上 我们叫做大额股票股利 以下我们叫做小额股票股利 那么现在只是分出 好 你知道说这个区别这是一个门槛 好 那之上就是大额 之下是大额 但是小额 但是到底是20还是25 所有的书上面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它只是讲你的股票股利 如果发放在20或25以上 就叫做大额股票股利 那我刚刚在解释的是 那到底20还是25还是有差别吗 好 我只是想说 我的理解是 如果公司的股本很大 你只要发放20% 它增加的股数就多很多了 所以它就会是一个大额股票股利 但是如果你是小公司 好 但是就是规模不大的公司 也许你会让你的股数增加很多 是在25%的股利的方法之下 才会让你的股数增加很多了 好 所以但是 基本上来讲 我们现在的这个全部的说法 国际会计准则 呃 台湾的会计准则也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 那只要是20或25以下就小额 20或25以上叫做大额股票股利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额股票股利跟小额股票股利 有什么不同 不同在于你的价值的判断 如果大额股票股利 我是1 因为叫做股票股利就是给股东公司的股票嘛 所以股东会拿到的是公司的股票 所以它会增加它的股数 所以这个如果是大额股票股利 你增加的股数 我们说呢 会计记录的时候要有金额啊 我增加了10万股 增加20万股 那只是增加我的股数 那到底值多少呢 所以很重要就是要算 这10万股也好 20万股也好 到底值多少 你的价值怎么决定出来 如果是大额股票股利 就依它的什么 面值 好 1 当时候股票 不是当时候 公司的 在公司的章程里面所定的公司股票的面值 那依台湾证券交易法来讲 我们的面值统一都是10块钱 好 那什么是小额股票股利呢 叫20或25以下 我方方的股数是 占整个流通在股数的20或25以下 它就叫做小额股票股利 那小额股票股利呢 它就依它的什么 fair value 好 因为国际会计准则 它不讲market value 它讲fair value 公允价值 好 也就是说 当我发放的是小额股票股利 我的股数去乘上 白点讲就是市价 好 就乘上它的市价 来当做我的保留盈余的减少 好 我们现在讲说 因为股票股利 现金股利都一样 你的保留盈余一定会减少 好 那我们只是讲说 当你方方的是股票股利的时候 你的保留盈余减少会跑到股本去 因为你的投入资本会增加 所以权益的总金额不变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谈好 那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我发放股票股利的时候 那我只决定它发放的股数 假设我现在流通在外有10万股 好 100万股好了 我的 outstanding 流通在外股数 有100万股 我发放20% 20的话 我就是什么 20万股 100万乘上20% 就20万股 那只是这是20万股啊 我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会计记录的时候 一定要是乘上什么 乘上一个价格啊 那一定要乘上一个price啊 那这个价值怎么算 怎么决定 因为我说了 我们会计记录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一定用货币为单位来记账 所以我说我放放了20% 我放放20万股 股数给股东 那20万股到底值多少 我们就是要讲的是这一块 那这个20% 如果它是属于大额股票股利 你就是什么面值10块钱 好 我们以台湾的证券教育法规定 我们的面值10块钱 所以你的保留英语就减少200万 跑到股本去了 而且因为你入账的金额是面值 所以你只有直接增加你的股本 它就没有超额投入 因为我面值入账 所以全部就是我的股本 如果我是小额股票股利 好小额股票股利 假设我的股本 我的现在股数 流通账的股数呢 不是100万股 而是200万股 好200万股 那我发放的股票股利呢 是10% 好 那你就知道了 10%就20万股而已嘛 那因为呢 是低于20%或25以下 所以它是小额股票股利 所以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完全一样 是因为告诉你说 我一定要发放的股数是20万股 因为200万乘上10%的股票股利 所以我一样给股东20万股 那因为它小额股票股利 所以我们刚讲了小额股票股利 所以我的价值的认定 就依它的市价 所以我的市价呢 假设这时候的市价是 这个30块 所以我的保留英语会减少 60 600万 好 会减少600万 跑到哪里去 跑到它的投入资本 不是股本而已哦 因为我们的面值 假设以台湾的证券教育法规定 我们所有公司 它的面值都是10块钱 商市商规公司的股票的面值 都是10块钱 所以呢 我的这个算出来的600万 一个占你的股本 你的股本 是20万股乘上10块钱 所以我的股本是200万 剩下来呢 我有400万是什么 我的溢价 股票溢价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小额股票股利 只要你的价格 市价呢 是高于面值 账面金额 你就会产生溢价 但是如果你是大额股票股利 你就不会有溢价的科目出现 因为大额股票股利 我就用面值去计算 所以全部都算是我的什么 股本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原来的这里算出来 全部都是我的什么 capital 就是我的股本 它没有跑到溢价的时候 地方 所以这个是股票股利 好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 股票股利的影响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呢 今天我们去谈股票股利 可以分大额跟小额 好 那大额股票股利跟小额股票股利 有什么不同 在于我认定的价格不同 大额股票股利 我是依面值 好 面值来计算 好 面值来计算 那小额股票股利 我就意思什么 它的公允价值 来计算 好 因为我决定出股数啊 但是决定股数之后 我要知道 这些股数值多少钱 也就是说他要把它换算成金额 来做账务处理 所以我要去找到它的价值来入账 好 这是大额股票股利跟小额股票股利 好 所以课本上也有 这是课本上已经有的内容 好 好 这是我们看Dividend Cash Dividend 好 好 那后面呢 就有什么特别股 鼓励的方法 这是我们上次有讲的 这样你是有特别股 那一定是什么 优先于普通股东想有股利 你是累积的话 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累积的 以前没发放的股利 才能够确定你有没有追索 或者是要求的这个发放的权利 那558页就讲到Shared Dividend 就是股票股利 558页 好 那558页已经谈到了这个股票股利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 在559页就提到 small share dividend 跟large share dividend 就是我这边讲的 大额股票股利 跟小额股票股利 好 那大额跟小额 好 他就讲说 只要大于20或25以上 就叫做大额 小额呢 就是低于20或25以下 就叫小额 这是我们559页 好 所提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他发放的是股票股利的话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子 我刚刚已经先讲了他的概念 大额是面值 小额是1 是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时间点 好 那个假设在559页的下面 好 他说呢 举例来说明假设呢 他发放的是小额股票股利 假设呢 这个D公司呢 他呢 有这个 保留盈域有300万 好 这个书是 大概是 我不晓得有没有中国人改写 台湾人改写 因为他居然用 这个新台币来计价 MT dollar 好 所以 好 有关注到台湾了 没想 大家都说台湾是这么 那么小一点点 在世界地图都很难看得到 但是这本书上 你会看到 他写到新台币的时候 就觉得倍感亲切 好 他有考虑到这本书是 很有可能台湾人会用 因为这是亚洲版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发行的这个股票股利呢 是10% 宣告发放10%的股票股利 那流通在外的股数有多少呢 有5万股 请你记得 是流通在外的股数 好 不是已发行股数 好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已发行7万股 那流通在外5万股 那你发放股利的时候 就只有根据流通在外的股数去算哦 好 已发行股数到流通在外 中间会有差 就是因为公司什么 买回库藏股 那公司拥有自己的股票 没有股利发放给自己的啦 好 所以当公司发放股利的时候 请你记得 公司的库藏股 是不会分配到股利的 没有自己发放给自己的道理 好 所以请你记得 所以我特别提醒你哦 考试的时候 我会多给你一些条件 你自己要去判断 好 我怎么去算他的股利 好 他现在流通在外的股数有5万股 好 那面值是100块的面值 那 他宣告的那时候呢 他的股利呢 股票的价值 这个fair value呢 是150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股票股利的分录要怎么写 好 他说呢 我流通在外有5万股 发放股票股利是10% 所以我就5000股 那5000股我刚刚已经提到说 那我的入账金额 那因为呢 他是10% 所以他是小的股票股利 所以我乘上150块的fair value 好 所以呢 我是多少 70 1 2 3 7 7万5000 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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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零嘛 好 75万的 这个价值 antidollar 所以我要 好 保留盈余要减少的是75万 那我现在的保留盈余呢 发放钱呢 有300万 所以没有问题啊 好 他告诉你我的保留盈余有300万啊 我现在只发放多少 75万的话 没有超过他的保留盈余 所以表示我是可以 足够的金额去发放的 好 好吧 避免 避免算错了 好 75万没错 好 所以我们算出来之后 我们开始做我的分录了 那我的分录呢 我是debit dividend 好 也有同学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写retain early 好 也可以啦 好 但是呢 我会比较赞成 你要先写什么 先把它做dividends 期末 期末你在结清 好 结账的时候记得吗 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 有讲期末结账 第四章 期末结账的时候 有提到要把dividend跟保留盈余结清 好 所以我会 所以那时候是标准的处理方式 所以我要建议你说 当你有做股利发放的时候 你先借股利支出 好 75万 你做了这个股利支出 你发生 你发放的这个股利 那你 你给股东什么 股票 所以呢 你给他的是什么 share capital 股票 那当然给的是什么 普通股没问题啦 ordinary 那我给的是什么 5000股啊 一股面值是100块 所以呢 我的share capital 就50万 剩下来的25万 就是我的什么 share premium share premium 溢价 好 普通股溢价 好 这是我小为股票 鼓利的发放 所做的分路 这样看懂吗 好 跟我刚刚讲的完全一样 哦 因为我发放的保留盈余是减少75万 好 但是75万我入账的时候呢 有50万是我的股本的增加 剩下20万 25万是我的溢价的金额 好 这是课本上面559页 所举的例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分路写法 就跟我的完全一样 那再来看一下呢 所以我的股本会从原来的500 500万呢 加了50万 所以我的share capital 就是550万 那看一下呢 如果 如果我发放的是这个 是算大额的话 好 也就是说呢 它如果只是借 好 这边 这个宣告的时候 它还没有 它这边后面的500 560页 就告诉你说 如果我宣告的时候 就做分路的话 当我宣告的时候 跟我发放中间会有差嘛 我们上次也讲了 公司的鼓励的政策 鼓励的决定是在董事会 董事会决定完了之后 一定要在股东大会里头去宣布 好 所以这个宣告的时候 我会做分路 但是你做分路的时候 你其实还没有发放 好 因为宣告到发放有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 560页只告诉你说 你如果是那天宣告的时候 你做的分路 你会写的是什么 你的Ordinary Dividend Distributable 就是硬分配股票鼓励 然后我等发放的时候 再把这个硬分配股票鼓励 把它转成是我的股本 这样子而已 好 560页 我这样写的时候 是把宣告跟发放同一天做了 但是如果 好 我说正常来讲呢 基本上你宣告之后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发放 所以我的这个分路 好 我们上次讲 我们分配股票鼓励 就两个时间点做 一个是宣告日 一个是发放日 好 所以宣告日 如果我做这个分路的话呢 我会去写的是 好 这个科目还没有发放 所以这个科目 还不是写这样 这个科目 我会share什么 写share dividend 好 50万 这个科目就先不是这样写 等到发放日的时候 我再把它借这个科目 带这个科目 好 这是560页想的这个例子 好 所以这是有时间的关系 好 因为宣告的时候 你并没有立即给股票 是等你发放的时候才给股票的 好 所以这是560页 好 那再来看一下呢 后面就告诉你说股 那个 我发放股票鼓励的影响 好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过了 那我们现在谈另外一种 好 另外一种叫做股票分割 好 股票分割 股票分割呢 在台湾不曾发生过 为什么不曾发生过 我们的证券交易法规定 一股面值就10块钱 所以不能分割 10块钱再分割下去 假设一分为2 就面值变5块钱了 那违反我们的证券交易法的规定 所以台湾的股票从来没有分割过 好 那美国呢 最近应该是 几年前 四五年前吧 苹果分割过 好 那更早之前 其实是IBM IBM的这个股票分割过非常多次了 如果我记得的话 好像至少有分割三四次以上 好 那苹果应该是三四年前第一次分割 那为什么要分割 我们先去谈为什么要分割 为什么要分割 拿台湾的大力光好了 大力光的股票 现在算是跌下来一股 买一张股票还要2300多万 像一股好像2300多块吧 你买一张股票就有230几万 你买得起吗 不要说你买不起 我也买不起 所以谁买 就是法人 所以这法人就是什么 投 那个投资 投雇公司啊 比如说他有发放什么台湾的 什么 那个什么基金的 他会去买 要不然就是自营商 证券商自己 自己的股票 自己有资金 然后去买 所以一般的投资人 所以散户 好 就没办法买得起 好 那这样子呢 其实这样的缺点就是 这个公司的股票的流动率 就变小了 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公司这样的股票的流动率 变少了 变小了 所以这样对公司的 这个可能的 有时候讲说他股价的波动 会比较这样子 都不动 因为法人如果不卖也不会跌 好 那我不买他也不 我不买他也不会涨 好 我不卖他也不会跌 所以就变成那股价就不动了 所以有时候呢 公司为了让他的股票的流动率提高 所以他就分割啊 好 一张股 一张股票 面试价2300多块 那假设我们先不讲台湾的股票 不能分割这件事情 2300多块 我就把它分割什么 一分成10 像一股是2300多块 我要变分割 一分成10的话 他就除以10啊 所以变成一张 一股变成230几块 230几块 一张股票就20几万而已啊 好 可以很多人 比较多人就买得起 所以这个是股票分割的优点 好 所以为什么要做股票分割 股本 不是股本太大 而是他的价格太高了 而且通常这个价格 一定是指市价 好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 当我做分割的时候 市价会减少 会降低 但是市价降低的同时 它的面值也会降低哦 好 比如说我刚刚讲 10块 假设面值是10块钱 我现在是一分为10 那一股面值变成1块钱 因为10块钱去除以10 所以一股的面值剩下1块钱 市价也是什么 原来2300块除以10 所以他的市价变成230块 所以做股票分割 我讲 但是我要谈一下 市价是市价 公司的权益 不会因为股票的市价 而做任何的调整 好 其实你要记得 我是发行 我是发行公司 我发行股票对我来讲是个权益科目 我的权益科目 不会因为股票市价的变动 而做任何的调整 那是两回事 好 所以我们期末调整绝对没有 因为公司的股票 从这个已经涨了 所以我去承认我的权益会增加 没有这回事 好 所以呢 股票分割 对于市价会有影响 没错 但是对公司而言 它的影响是什么 它的股票的面值降低了 比如说我刚讲 我的面值是10块钱 我一分为10 面值就变成是1块钱 那我的面值降低 但是同时我的股数也增加 因此股票分割造成的效果是什么 资产有没有变动 资产有没有变动 负债 跟负债没关系 所以资产没有变动 负债没有变动 权益一定也没有变动 那权益没有变动 是权益里面的每个科目都没有变动吗 股票分割 是不是权益科目里面的每一个科目的金额都没有变动 是不是 贾玄 好 我在问什么问题吗 肖先生你要打帕子吗 股票分割 权益总金额没变 权益里面的每一个科目 股本资本公积保留盈余 这些金额有没有变动 股票分割 权益没变 总金额没变 那权益里面我们先讲有三个 至少我们现在讲的三个 股本 溢价 资本公积 然后保留盈余 这三个科目的金额有没有变动 没有 好 平均呢 你认为 没有 好 那没有 那做了半天是做影响什么 影响什么 影响什么 乙欣呢 乙欣有很可爱的两个梨窝 我 影响什么 刚刚我其实有讲 各个科目都没有变动 权益总金额没变 权益里面的每个科目的金额都没变 那搞半天在搞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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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股本没变嘛 我的股本 我的capital 我的股本share capital 我的share capital 怎么来的 是不是我的 股数number 我的股数 去乘下我的什么 par value 面值来的 那我刚讲说 我这个的总金额不变 没有改变 no change 我刚讲这个会什么 既然是分割 一分为十 十块钱会变成一块钱 变成一块钱 那我要它的总金额不变的话 total不变的话 no change的话 那我是不是什么 我的number 会增加 最会影响的是我的股数啊 好 假设我原来是一百万股 一分为十 我就变成有一千万股啊 因为我的面值也跟着除以十下来了 所以我的股本的总金额是没变的 这影响什么 影响的是股数 你的股数 你的股数会增加 那股数增加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接下来就会往下降 好 所以会牵一把而动全身 也就是这个改变之后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嘛 权益总金额没变 我的各个科目的金额也都没变 只是股数增加 那股数增加对于 这个刺激市场来讲 它的好处是增加它的流动率 好 没错 但是对公司来讲 它影响的是什么 对公司而言 它影响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要去往下去谈的 好 所以呢 股票分割 会有这个的影响 就是 它就是影响你的股数 而且分割就会把你的股数增加了 那你只有可以分割 你也可以反分割 什么叫反分割 分割是一变成二 或一变成三 或一变成多少对 反分割就是相反的 我两股变一股 是不是反分割 反分割 所以两股变一股 我的股数会减少 但我的面值也会增加 反分割 就跟分割是相反的 这个叫做反分割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561页就去谈 那我做了股票分割 好 561页的Elletration 11-17 好 先看一下分割前 我的股本是500万 保留盈余是300万 好 那我outstanding share是5万股 那现在来看一下呢 我做了股票分割一分为2 也就说呢 我的5万股会变成什么 10万股 就一分为2 好 所以你可以看 当我做了股票分割之后 我的股本一样是什么 500万 保留盈余一样 300万 我的权益总金额还是800万 跟分割前完全一样 但是我分割完之后 我的股数从5万股增加为 变成10万股 所以每股的book value 普通股东的账面金额 是权益去除股数 所以呢 我800万股去 800万的权益去除10万股 每股的账面金额 会从原来的100块 调整为50块 所以股数增加会影响什么 你的权益的 普通股东的账面金额会减少 因为原来我5万股的时候 每股的面值 这个每股的账面金额 好 对不起 它的账面金额 应该是这样的 800万去除原来的5万股 我每股的book value 账面金额 权益的普通股东的账面价值 是160块 因为是800万除5万股 800万除5万股 每股账面金额是160块 我现在800万的权益去除10万股 每股就是80块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减少 这边举的是原来我的股票的面值是100块 那我现在因为做了反分割之后 我的面值变成50块 他这边讲 但是账面金额也跟着调整 账面金额会从原来的160块 调整为80块 因为你的股数增加了 课本上面写的是面值调整 从原来的100块的面值 因为1分乘2 所以面值变成50块 那我们再讲说 我的股票的boot value 是不是 我的权益的总金额800万 我的股数原来是5万股 所以呢 在分割前 我每股的账面金额是160块 per share 但是如果分割之后 好 我每股的账面金额是800万 除10万股 所以我每股的账面金额是80块 对于股东来讲 所以我的权益没有变 对股东来讲也没变 我原来持有1000股 所以我拥有这个公司的股 股东权益的金额是16万 那我现在变成什么 分割之后我变成什么 拥有2000股 我的面值是 账面金额是80块 所以我是2000×80 所以我持有这家公司的权益金额 也没变 只是股数增加而已 好 所以股票分割 它造成的影响 只有影响股数的增加 但是因为股数的增加 会导致了 我刚刚是不是讲 市价会跟着调整 然后再来公司的权益科目 也会跟着调整 权益金额 权益每个股 每股的权益的 拥有权益的账面金额 就有跟着调整 但是公司因为是列的是 总账 好 我的所谓的总分类账 所以我的总金额都没变 好 只是我告诉你说 如果我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是1000股的话 我从1000变成2000股 但是我拥有的市价也没变 因为2000去乘我分割之后的市价 跟我没有分割之前的股数去乘 它没有分割前的市价 我的持有的价值是一样的 好 这是股票分割 好 那所以呢 在最后面的Electrician的 11-18 好 就告诉你了 股票鼓励跟股票分割的影响是什么 就这样子 好 这样看懂吗 所以这是股票鼓励跟股票分割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没完 这张课本上面呢 最后面还有谈到保留银语了 开始谈保留银语 保留银语它这边讲的比较少 它保留银语这边呢 只告诉你说 我的保留银语是怎么来的 损益的结果 所以呢 在563页 好 它是不是把Income Summary 转为保留银语 那这个例子呢 我的Income Summary 它是什么 Income Summary 损益汇总是赔的 因为它的Income Summary 发生的是切方余额 所以当我结清的时候 回忆一下 我们再讲第4章 好 我的结账工作里面 Income Summary 因为我要结账而产生 这个Income Summary 损益汇总这个科目 但是我结账完成 最后 好 结账这个Closing Entry 最后还要把Income Summary 截转到Retain Earning 好 所以563页 它就把Income Summary 截转到Retain Earning 那你可以从它的分路的写法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损益的结果是亏损的 因为它是减少保留银语 因为保留银语写在切方 所以表示什么 它是亏损 那Income Summary 一定是什么 在结账之前 Income Summary 产生借方余额 所以我要把它结清 才会把它写掉 代方来 所以是亏损 那为什么Income Summary 会是产生借方的余额 一定是什么 费用大于收入 所以我就会产生借方的Income Summary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的Retain Earning 里面呢 就亏损了5万块 所以我Equity 有70万 股本80万 保留银语 亏损5万 所以我的Total Equity 权益总金额就75万 好 那后面呢 560万 就告诉你了 我的保留银语 好有 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保留银语有什么 有限制 所谓的 我上次已经讲的说 以止波保留银语 也就是说这个保留银语 有被限制用途 请你记得它限制用途 保留银语的用途只有一个 保留银语的用途是干嘛 对啊 发放银语给股东 所以保留银语就是谁的 股东的 所以限制 它只有 因为它只有目的就有一个 所以它只是限制 它不能分配给股东 那我上次也讲过 这个限制也是什么 暂时冻结 助银语的分配 好 它已经第二次了 上个礼拜也是这样 不过今天比上个礼拜还早一点点到 你看我都注意到 当它 薛老师讲话 好 那个我们看一下呢 上个礼拜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限制银语 保留银语 限制银语的分配 限制银语的分配 是暂时 我做的是暂时限制银语分配给股东 暂时而已 好 它的限制 它的限制是不能分配而已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呢 有可能是法律的 请你看一下呢 563页 好 563页 的第一个 因为legal 法律上面的 好 法律上的限制 好 这是公司法有规定 好 我上次已经讲了 台湾的公司法有规定 那当然台湾的公司法 当然很多都是参考其他国家的 所以其他国家一定有类似的限制 好 那当然就是什么 限制银语的分配的 第一个 因为法律上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好 它这边呢 第一个它有说了 在法律上的规定 除了说 为了你有这个万一有亏损发生 好 所以你必须这个这个晴天要为雨天做准备之外 那如果你有买回库长股 好 所以这边讲 在法律上面跟那个有提到 好 公司要求 政府要求公司呢 必须限制它的盈余分配 好 限制多少呢 它的库长股的成本 假设我买回来的库长股 花了50万 我的保留盈余现在有300万的话 我要至少有50万是不能拿来分配的 你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库长股 我要买回库长股 当我在做盈余分配的时候 我的保留盈余至少的限制住 我的股本当时 我的库长股买回了那个成本 那个金额不能拿来分配 假设我有库长股50万 我买回来就50万 所以我花了50万 所以我库长股承认也是50万 那我现在保留盈余有300万 那我能够分配的保留盈余最多就250万 因为这300万里面有50万要限制住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 为什么如果我有买回库长股 当我在做股利 当我在做股利分配的时候 保留盈余分配的时候 我要保留这个股 这个库长股的成本的金额 不能拿来分配 为什么 对 一个库长股是权益的减少 第二个 你去想想看 当我库长股注销的时候 如果我的股票 我当时候发行 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 我发行的时候是1块钱发行的 我发行1000块 1000股 所以我拿到1000块的那个发行价格 但我买回来库长股是100块 那我这个100 我库长股买回来之后 本来是要再发行出去 假设公司的这个市价太不好了 根本没人要买 所以这100 那个买回这个库长股 我最后只能什么 把它注销掉 假设我花100块 然后买回500股就好 因为我原来只有发行1000股 我买回500股 花了100块 所以500股乘上100块 我花了5万块的库长股 那如果我今天有库长股全部注销掉 我们是不是讲 当我库长股要注销 那我是不是要去冲掉我的原先发行的价格 原先发行的价格500股就500块 我现在注销5万股 我是不是中间有差 好 我的差呢 这个差额 就是我的库长股在代方 因为注销库长股原来发生在借方 要把它冲掉写在代方 那我的股票原来发生是在代方 因为冲销到写在借方 可是借方就500块 代方要5万块 那我中间是不是第一个去找 有没有来自库长股交易的资本攻击 如果没有 我就冲我的保留英语 如果保留英语都发放出去了 那我保留英语是一定势必产生 借方余儿 权益科目越小 对于债权人的保障就越少 好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样的规定 好 所以这是法律上面有规定 如果你的盈余分配 第一个 好我们先不讲 我们有什么提拨10% 为法定盈余公计这个问题的话 那有库长股 你有买回库长股的话 那你要保留你的库长股的成本 相当的金额不能拿来分配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什么 合约 好 那合约呢 比如说他就讲你的 你的债务 你的负债 好 那你的合约里面呢 为了让债权人放心 好 所以呢你会在你的借款的合约里面 就会去自我限制说 我多少的盈余是不能拿来分配的 好 会做厂债准备 这个科目我们会叫做厂债准备 以止波保留英语 厂债准备 那我们刚刚也讲了 这个厂债准备 上个礼拜也讲这个厂债准备 不是到时候负债 要还债的时候拿厂债准备来还的 不是 厂债准备 当我债务清厂完了之后 我的厂债准备就会什么 从以止波转为未止波就可以拿来分配了 所以我说这些限制都是暂时限制淫余分配而已 好 那再来有什么自愿性的限制 那可能我刚刚说了 比如说呢 我有什么扩厂准备 好 那跟厂债准备一样 我扩厂不是拿我的扩厂准备拿来建造新的厂房 不是 因为扩厂准备 只是冻结住英语分配 当我的厂房扩建完了之后 我这个扩厂准备还是要解冻 还是回到未分配保留英语 所以我一开始讲 以分配保留英语只是暂时冻结住英语分配 只要你冻结的原因消灭了 你就从以分配转为未分配 所以完全不违反保留英语是属于股东的特性 完全不违反这个条件 好 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有三种 取的三种情形 一个是法律上面的 一个是合约上面 一个是自愿性 所谓自愿性就是什么 懂事会决议出来的 好 就是三种情形 叫做以分配保留英语 但是以分配保留英语 还是叫做保留英语 只要把保留英语分成以分配跟未分配 那我刚强调了 我的鼓励的发放的时候 就是根据我的未分配保留英语来发放的 好